景监与小令狐的关系止步不前 却在魏央、车鹰等人主持下 还成大婚 看到有情人忠诚眷属 白雪不由地看向了魏央 除了这杯中酒 谁又能解其中味 迎前以魏央为私底 极力反对他与盈狱的婚事 大哥如此做法 分明是要搅乱情果 去量 严重了 太后苦劝孝公 不行就算了吧 那他新兴凶烈 有根基 又人亡 我看 要委屈 就委屈盈狱吧 孝公以国家法度说事 甚至会动杀机 去量 你想自相残杀 我不想 可大哥他想 我没办法 太后与孝公都非常激动 两人便都晕倒了 盈狱非魏央不嫁 哪怕他有老婆甘愿共事一夫 人家要是定过亲了呢 定过亲我也嫁 你 好的儿有两个妻子 算什么 真是一个样 降中 白雪要离开 魏央要功成身退 与白雪 比翼双飞 白雪 语重心长地说 你的至真至情 白雪刻骨铭心 那就 不要再有 三日之后 你我就离开 请我 咱俩这不是爱情出了问题 而是婚姻面临挑战 爱情需要激情和勇气 婚姻需要权衡与深思啊兄弟 两者不一样 没有婚姻的爱情 更纯粹 更惊世骇俗 与其说 这婚姻爱情观前卫 倒不如说 白雪更多是考虑 未央的安全 以及为了她的事业 甘愿做出牺牲 她不愿得到一个 行尸走肉的躯壳 你不是我一个人的 你属于全天下 我愿牺牲一切来成全你 两人超理性地接受了现实 太后质问孝公 促成盈玉嫁给魏央 是不是把盈玉 当成变法的棋子 孝公直言 关键是盈玉 非她不嫁呀 完美 就算是棋子又怎样 变法需要我干什么 我也义无反顾 我一个国君 不也是变法的一颗棋子吗 若是有人要说 我营曲良将妹妹作为棋子 那么就让他们说去好了 所有拥戴变法的老亲人 都是变法的棋子 包括我营曲良 白雪怀魏央的骨肉 离开并转告魏央 要善待盈玉 魏央着声大良造 兼任上将军 典型的军政一把手 魏央却淡然处之 太后探望儿子迎前 不知能否解开他的心结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本集完 欢迎大家订阅评论 欢迎大家订阅